要说最近最火的电影,那肯定就是徐峥的《我不是要神》了,这部电影自从上映以来,口碑和票房双丰收,剧中的演员们也凭借着这部剧,一炮而同。 到目前为止,这部剧的票房也早已经破30亿了,真的是一部年度好片来着,当然了,一部电影的成功,肯定是离不开演员的辛苦付出的,不过不得不说,演员除了要演技精湛之外,机率对他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,有的演员的演技其实很不错,可却一直被淹没在影艺圈中,有的演员因为揭拍了一部大火的剧, 从此一炮而同,像当时电影《战狼》中女主角卢静山,凭借着《战狼》这部电影,是她一炮而同,获奖无数,可相信不少人也了解,其实一开始吴京拍《战狼2》的时候,原定的女主角并不是卢静山的,只不过在开拍前的前一天,原定的女主角突然就要求要加价,当时吴京破于剧组经济压力,也是特别无奈, 所以她只能放弃这位原定的女主角,而找来自己的圈内好友卢静山来救场,没想到卢静山这一救场,却成为了她演艺事业的转折点,而这次在《我不是要神》中,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, 据说徐正在拍要神的时候,原定的女主角也并不是弹筑的,而是另外一个女星,只不过当初徐正照她接戏的时候,她的要求特别多,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,最后在她的权衡力闭下,她还是剧演了这部剧,而且剧,剧的理由,就是她生成十一以下的剧她不接, 不过话说回来,那位女星之所以会剧演,也是情有可原的,毕竟,徐正的这部《要神》中,演员们除了徐正是大咖以外,其余的都是一些名气比较小的明星, 不过也只能说这位女星功利心太重了,所以现在要神取得如此好的票房,想必她也是很后悔吧,徐正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,演员们在接戏的时候,人物,题材,故事才是该关注的地方,而不是还没拍戏,就预算着这部剧的票房,事情都是说不定的, 所以徐正也公开怒对这位剧演的女星,表示早就破分十一了呢,只能说有些事情真的是注定的呢,你们觉得呢?